杨米用四部剧没把她碰红,如今用扶摇力碰她,终于人气大增 杨米用四部剧没把她碰红,如今用扶摇力碰她,终于人气大增 由杨米主演的古装女星励志电视剧《扶摇》正在上映,短短十多天,网上播放次数已经突破33亿,可见热度之高 毕竟这部剧,不仅有当红女明星杨米领衔主演,更有帅气的当红男星软惊天加盟,自然吸引了无数的青年观众追剧 随着这部剧的剧情深入,很多观众已经爱不释手了 这部剧杨米的表现可圈可点,大有当初孙力饰演《甄嬛传》的高光表现,从剧初的灵动活泼,毕竟磨难后成为敢作敢当,敢爱敢恨的女强人形象 那些曾经质疑杨米燕剧的观众,如果静下心来看这部剧,应该会对杨米的表现点赞 除此之外,男主角阮惊天的加盟,让这部剧的颜值度再次提升,他的表现也达到了预期,预计阮惊天这次又要吸粉无数了 除了这两位主角外,老戏古刘义军的表现非常耀眼,有机会专门写一个谈论他演技的文章 除了他们,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男角色,这就是由高伟光饰演的战卑野,沉默寡言,但却一腔热血 那种对扶摇腾爱有加又羞于开口的表现,让很多观众赞叹不已 高伟光在剧中的表现,俨然是一个老戏古,那种演技已经远远不是当下的小鲜肉能比喻你的 实际上,高伟光是个八十后,他1983年出生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2008集 很多观众可能对高伟光还不是很熟悉,其实他已经出道好几年了,但一直没有大红 高伟光是杨幂新手挑选出来的演员,是他重点力碰的男演员之一 2013年,他就参演杨幂制作并主演的偶像剧《威时代》 2014年,古装仙侠剧《古剑奇谈》成为火爆一时的热播剧,这部剧由杨幂、李一峰主演,高伟光在剧中饰演了《眼前伤》 这部剧把出道多年的李一峰捧成当红明星,但高伟光只是凭借这个作品受到一些关注而已 这已经是杨幂第二次例碰他了 2015年,杨幂和黄轩主演《亲爱的翻译官》,杨幂同样让高伟光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高嘉明 2017年,由杨幂和赵幂主演的古装仙侠爱情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成为热播剧,而高伟光又在剧中出演了《东华帝君》,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 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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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是演霸气又重情重疑的战备也 展现了高超的实力 终于人气大增 有望宝红 观众才发现高伟光不仅是一位美男子 更是一个实力派